亭步 布丹的首都 雄伟的大佛每天注视着这座吉祥的城市 真诚的布丹人民 载磕载舞 被客人捧出世间的珍宝 一千年前 这里曾是南丝路的终点之一 而今天又散发出新丝路的光芒 布丹的文化和历史 究竟又与中国有何渊源 这一集 雷天长来到海拔2500米的布丹首都 亭步 探秘布丹的民族风情 与真实的生活 西马拉雅山下的一个小国 布丹 现在是它的首都亭步 那么布丹的国土面积 仅有3.8万平方公里 人口普查显示将近80万的人 人虽然不多 但是它这个地方 最高的山峰达到了7500 7500这么一个左右的高度 可以说布丹 布丹被誉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土 我们眼前看到这个布丹 就是在山顶上眺望整个布丹市的一个全貌 可以说布丹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小国 据统计它们人均GDP是3432美元 在很多岗位上 它的人均的收入达到人民币1万左右 可见这个国家还是注重创育的 这个岗的名字 王岐是旧名字 他叫王岐 所以我们称王岐 但是我们称王岐岐 王岐岐岐岐 停不时过的感觉就是这里非常的宁静而又宏大 虽然大家看到这顶都是绿的 但是其实我第一感觉它跟中国灵芝地区的建设非常像 就那个顶都是有点偏平的 这是你的家居吗 是的,我认识到这里 之前你的母亲和父亲不是电视吗 没有,我不是电视,只有一个还是两个家居 我认识到这些木材,我们在土壤上写了一些木材 我们在那些木材上写了一些木材 外面阳光明媚,刚好看到山上这尊大佛的眼睛 眺望到我们这个方向 你看,跟我们是一个方向的 好像在守护着停泊这个城市 如果你能够绕行的话 就可以到中国西藏边境去做生意了 所以说有很多的这个孤单人 也因此到这个中国西藏那些地方去做生意 在普丹首都亭部 有一座释迦摩尼金刚做佛 它高51米,是东南亚第一尊金刚做佛 由新加坡和香港华人捐助 中国南京陈光集团于2006年建造 现在雷探长已经看到这个大佛了 大家看,我觉得不是大的缘故 我总觉得这个佛有一种生命的感觉 你看那个小腰,你还能看得到 大佛矗立在亭部南面山顶 俯瞰整个亭部时,成为亭部的第一大地标 现在雷探长就要接近这个大佛了 这个释迦摩尼的十二岁等身像 八岁等身像 其实跟这个造像的这种样子 比较类似 我们现在看到大昭寺里面的 这个释迦摩尼的十二岁等身像 像这样的就是 后来人家穿了很多佛衣 就让它显得很华丽 就是不单人的,他们非常虔诚 他们来到这个大佛山呢 会绕着这个大佛顺身的去旋转 这个眼睛呢 你站到任何角度都能看到它的时候 它都是好像似在看着你 第二呢 它的这个嘴唇是有血色的 是有红嘴唇的 造像的我感觉 每一块肌肉好像都在动一样 大佛内部供奉着不单国王的照片 体现了不单人祝愿不单国王身体健康 国泰民安的吉祥愿景 如果想了解不单的民族文化 平铺民俗博物馆是一个好去处 这里集中展现了不单人的民族文化 哇 他们那个卖票的这个 打扮得非常的这个新奇啊 就是应该他们传统的服装 说明藏地很大 不同地区的部落呢 有自己风格的这个服装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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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他们说这个要衣服 他们说这个造型的鞋子 这个是帮衣服 这是这个造型的装衣服 中心能说这是那个造型的肌肉 不丹也有自己独特的文化 当地的酒 其实在中国 尤其是南部地区 包括藏地 都是有喝酒的 喜欢从一个容器里倒出来 你能听到不丹的歌吗 我强迫他唱歌 你能听到不丹的歌吗 okokok 然后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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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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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然后里面,但是它没有那个度数那么大 这个道德跟中国不一样度数没有,但是还带着点韩国清酒那种感觉 OK,OK 所以这个是亚克斯的 哦,对,OK 这是金属的 哇,它是金属的 那意思就是说,以前的就是这样的 然后呢,用盾牌然后跳起那个阵舞 大家看过《分身保》吗? 但是戈萨王的时代,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这样的盔甲了 然后盾牌了 你知道戈萨王吗? 戈萨王是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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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萨王 哇,他们知道耶 对 戈萨王是金属 戈萨王是金属 这个盔甲帐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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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帐 他们有一种神奇的这种造墙工艺叫做打阿嘎 我说那么在藏地都是打阿嘎 而且在中国呢是能够善武的 这个中国的藏族同胞呢也是打阿嘎 所以说他们硬是把这个会打阿嘎的人叫来 就是给我们打一下这个墙是怎么哄出来 这些墙 大家看了吗 都是从这个打阿嘎这样打出来的 我们来看看他们怎么打的 OKOK 喜马来亚地区的面具历史十分悠久 在吐蕃时期 本教的祭祀礼仪中就有模仿百兽舞的场面 表明那时面具已为人们所用 后来随着藏传佛教的传入发展 不但也产生了宗教祭祀舞蹈羌舞 僧侣们在跳舞时借助面具服饰和法器 扮演神灵驱魔驱灾为众生祈祷 他们也做酥油 酥油就是在这个铜饼饼里面 反复地去搅拌 搅拌之后就把牛奶里面的脂肪分离出来 但是真正的酥油是非常昂贵的 因为它就是这么慢慢地倒出来的 大家看我在这个厨房里面见到的酥油 他们做的酥油真的 真正酥油 就是你闻上去有一股酥油的这种味道 然后他们这个酥油 估计刚做过酒非常新鲜 它可以分成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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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我们是父亲 这里我们是母亲 这里我们是父亲 我们是父亲 这里我们是父亲 我们是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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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马古道最难端的 平之说到布丹 但是基本上是布丹 然后一只呢 顺着茶马古道 往这个四川的甘孜啊 昌都啊 再往上运 可以运到甘南啊 这些地方 就是南死之路 我们看到这个T就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人很高兴 用手在跟我打招呼 名字? 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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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工作多长时间吗? 十年吗? 十年 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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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她是四十年 三十年 三十年 这位身残至尖的木雕达人 叫白马 策琳 她六岁时被诊断出患脑性麻痹 遭到亲生父母遗弃 由于她热爱艺术 富有天分 却苦于疾病 导致她无法自由活动双手 但她仍不放弃希望 用双脚一点一滴地展现出惊人的才华 一九八一年一月一日出生的她 十八岁时迎来人生巨变 当时恰逢布丹太后佩马望楚客路过村庄 看到了她的才华 并询问了她的梦想 而白马策琳唯一的心愿就是学习艺术 太后听闻深受感动 当场将她送往不丹最高皇家艺术学府 学习记忆 得到不丹大师们的真传 如今她已经完成了许许多多的木雕和绘画 成为了一名成功的不丹艺术家 还给当年遗弃她的父母建造了一栋房子 感动千万人 刘船长第一次见到 用这个吉祥八宝做成这个摩托车 吉祥八宝大家都知道 是藏地的一种吉祥图案 有什么白海罗 还有雨伞 还有双鱼 一条鱼 这两条鱼 居然都做了这个车的这个罩子了 所以这些是八宝宝 他都做了不同的摩托车 现在我们在商量把它买出来 就是这个吉祥八宝的摩托车 这个有趣 我们尽量记住这位叫做白马策人的 这么一个青年人 他的身材之间在这个布丹 用这个脚来做画 用脚来雕刻 重写出了这个灿烂的人生 所以说如果以后你有机会来到这的话 可以来看看他的作品 其实不买也没关系 跟他说成加油也行 因为他已经会汉语加油这个词了 他在给我找带子 他还很细心的 他给我找一个带子装起来 谢谢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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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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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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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实的 哦 厉害厉害厉害 所以他会跳舞 一旦射中了就要跳舞来庆祖 就当年了 哇 射中了 射中了 一项是1998年有了电视后 男人们彻底迷上了足球 另一项则是射箭 射箭的天赋流淌在不丹人血液中 不会射箭就不是不丹男人 现代不丹人条件好的 已拥有一把价值2000美元的 现代化美国附和弓而自豪 在较为贫困的山区 则依然使用传统弓箭 每射中一箭后 都要载歌载舞庆祝 不艳其烦 他说这个叫dese 我一吃呢 我就是糯米嘛 糯米配茶 然后呢他们前面在跳锅庄 这不就不单锅庄吗 但是锅庄呢 我感觉呢 比起这个礼堂的锅庄要逊色很多 因为呢 礼堂的锅庄呢 跳出了一种不一样的精神面貌 然后这边呢 这个锅庄呢 跳出了一种好像 打琴骂俏 不单的这个服饰都是很好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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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个 这个还是还是挺小的 is is very young ok you go to university 诶 诶 if that thing is good you go to university you go to university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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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to university 他说这边学校呢 没有名字非但他呢 不学习啊 不做学习 那行吗 就是 你学会 你学会 那我觉得他很有这个藏定 他这边的色点 对 过去需要骑骡子六天才能到达的不单首都停步 如今道路已经得到明显改善 不单中部的阔叶林和南部的热带雨林 不单原汁原味的农产品吧 差不多到这个中间地方了 它海拔是三千 三千米左右而已 三千浮动着啊 所以说这个海拔还可以 但是它也确实也有比较高的这种 周围金帆的挂的特别的多 因为周围就是在这个路上有 会有很多这种小的这个路边 这是一个市场 这是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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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屋里面有这个菜市场啊 在卖菜的 他们这边最有名的就是辣椒 这辣椒 尝过又香 味道又好 照不出来了 我发现这边的人 眼神里面透着一种明镜啊 皮肤也都是很好 他们好像没有太污染的感觉 所以你试试了这个黄瓜 它是全国的 全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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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的全国的 非常香 我来吃下他们的一个黄瓜 嗯 多一种 那你能够尝试 哇 这点甜的 你能够尝试 你能够尝试 这点老外用 我在古宗他们也买 大家看我看到了什么 大家不要觉得奇怪 因为这里离印度就很近 所以说里面他们有合作就合作 这里有一个烤玉米的 好想吃 哎呀玉米 烤玉米 哇大家看 他们这边也有烤玉米的 烤玉米的我就很想吃 烤出来玉米真的很香 这个我这也也热了 烤 烤 放上去 is ok 这位女士还带着这个 Mahakala大黑天 Mahakala的这么一个火牌吧 就它这个玉米特别大 它这么大不说呢 而且里面的那个芯啊 就是特别的漂亮 那个芯很漂亮 啊很漂亮 你看看就是这种 啊这种黄颜色的感觉特别好 所以烤出来的玉米完全是那种 就是金黄色 待会给大家考一看 金黄色的 我很期待啊 啊 5年 5年 做了5年 去来给三大里 天地一拿了 去来给他一拿了 去来给他一拿了 你为什么 不是 no she buy from others 哇 这个干尔玛的给我送来了 这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就是他们那个炸的那种 像虾条说的东西啊 这 这 in 不丹 language finger teeth finger teeth 我来 他给我离开啊 这就是啊 就不丹的虾条啊 就他们这边吃油炸的那种 南亚的歌啊 哇 已经拿到了啊 考好了 哇 看了就 你看 大家看这个颜色 我没骗大家哦 颜色真的很好 color is yellow is orange color is not yellow color is orange color 哇 雷长 我跟你说啊 就是我 这真的看的很好啊 嗯 他们的 哇 雷长 以前在这个 在这个 肯尼亚代国玉米的货啊 当然没给我任何费用啊 这在这儿虽然也没有任何费用 但是我认为这个玉米太好吃了 颜色上看就是非常的 黄哦 delicious 嗯 好吃 我已经好久没有吃过这么 不一样的味道了 哈哈 两个人说 来到郭德安之后 什么给我印象深啊 就这边辣椒做的特别好 又香又辣 哦 延续了这个 就是中国四川的这个 风俗啊 所以这边人爱吃辣椒 我也问了 他们的确也知道中国的火锅 都吃过都说好 啊 我就是觉得 啊 挺好的 就是如果大家有机会来到布丹哦 基本有很多这个 无论是 鲜辣椒还是干辣椒 都可以 搞一点回去 哇 这个一吸 四鸡正在斗狗啊 四鸡正在斗这个狗 这边都是这个稻田 这边都是这个稻田 主要是以梯田为主的 然后呢 这边都是这个稻田 这个在这个村子 最上面有一个寺庙 寺庙上挂着这个金帆 这边有很多地方的金帆 就是一个木头杆子 然后呢 他们挂了好多那个小金帆 就就好像 像把那个旗帜都给它 落了起来啊 是这么一种形式啊 这边都是这边的 所有的布丹帜家都在同一个设计 哦 同一个设计 是的 是的 所有的家都有两代 二代 两个棱子 一半之一 一半之一 啊 倫一半之一 一半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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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半之一 一半之一 是的 在一半之一 哦 是 它是很美麗的地方,土地是很滑的,所以人们可以肯定育成的生育, 而这些人在这里做了自己的生命的生命。 但是我觉得你很年轻, 若年人们去捕捕捕捕捕是可以吗? 是的。 真的吗? 有些年轻人在我的年龄工作。 啊,是的。 農工人做多少钱? 一年或者一年? 一年,他们做500,000。 500,000。 那50万人民币是43,800,000, 那么农民也就是能赚4万多吧? 其实不多,但是不单是可以。 这边就是你赚了很多钱, 他未必有地方去买, 我觉得还可以, 还可以, 没有太多的那种固承的那种需求啊。 花前子,我们现在到哪儿了? 贝利了。 贝利了? 贝利了。 这就是马云特的沙发。 它接近北京和北京的沙发。 贝利了? 贝利了。 他们这边是这个, 他们管它叫芝士啊, 其实也可以这么叫。 就是这个, 猫牛头的包。 这个是猫牛头的包。 这是猫牛头的包。 还有鸭面。 就是那个, 男装那个购, 穿购的时候, 他有个腰带啊。 藏戏里面也有一种舞蹈啊, 对吧? 藏戏里面也有一种舞蹈啊。 你知道吗?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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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用那个毛来跳, 对吧? 你知道吗? 在北京的北京的北京, 有一个地方叫做美拉克萨丁。 所以在那里, 他们会跳舞像是这种鸭舞。 所以, 他们在高度上, 他们会在高度上, 所以, 他们会跳舞像是这种鸭舞。 所以, 是跟鸭舞的鸭舞。 这些路边的店铺啊, 他们在口袋里住在这样的地方, 还是比较贫困的。 他们卖的东西, 大家看这边卖的东西还是挺好的啊。 很漂亮。 都是毛牛的毛做的。 在学校学习英语吗? 还是自己的? 对不起, 我自己学习。 自己的? 哦, 哦, 好,好。 人家是自学英语啊。 我从学校没有, 我自己学习。 英语是我们的第二个语言。 第二个语言? 是的。 但是, 你知道吗? 你学习英语是容易吗? 还是不容易吗? 我学习从学校, 所以, 很容易。 因为, 所有的语言, 所有语言在中国, 都在中国语言, 都在中国语言, 你没有任何语言语。 但是, 没问题。 我认为, 在未来, 我会有好好的语言, 每天天天。 你知道, 每天天天天的语言,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没有。 英语。 好。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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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丹自古是南方丝绸之路的目的地之一。 时至今日, 不丹与中国仍没有停止过丝绸的贸易往来。 不丹人喜欢的唐卡需要丝绸, 服饰更需要丝绸。 丝绸在这也成为不丹人对中国的文化印象。 那么不丹的绸缎面料都来自于哪里呢? 这是中国语言吗? 这是我们从杭州和广州。 广州啊? 这是中国语言吗? 是的。 但是这个是布团人。 这些都是布团人。 这是做边儿。 做方式。 好的。 做方式。 但是, 做方式的一个宕卡是多久吗? 十三个月, 所以, 要有三个月, 四个月。 那些是印度的,然后这边是中国的,但是我咋看这些来自印度的,上面都有这个汉字。 不管怎么样吧,这也许是大家传说中南丝之路,我们这丝绸之路,它不是往南走吗,也丝绸之路,南丝之路也可以理解成是长马古道,起点是四川的一带,尤其雅安为主,然后一直往南走,来到云南,最后到达这个布丹,他们就是这样在这种环境下,去把它都表起来,而且都是这种用的这种丝绸,大家看上面不有寿字吗,我看那寿字我就有一种,怎么说呢,一种清净感,我看到最上面就是那绿线, 六币马哈嘎拉,它可以消除一切业障,也可以有这个护法的这个作用。 这个是多少钱? 三十五千元,七十五千元。 差不多四千元人民币。 四千元? 四千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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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测这也是不单胖人少的原因吧 不单首都这个亭部啊 很有意思啊 它的这个街头呢 因为有很多这种小青年们啊 他们出来就是来逛街 而且也看不到外国人 现在的飞速发展 网络呢在这边也兴起了 很多年轻人呢也看到了外面的世界 如果在不工作的时候 很多人也穿着这个现代的衣服 我只是觉得我很好奇啊 只是觉得这个街景里面 晚上这个街景还挺有意思的 大家在这个不单这个大街上 还能看到很多人在这买东西啊 一些印度的饮料 哇我觉得这地方 夜里还挺有烟火气的 就是那个人很多 感觉像是一个 一个大中转站或者是一个驿站似的 哇其实我经常看到那个 他们那个王后啊 集增配马就是穿这样的棉袄啊 真的特别漂亮 我觉得因为这种 不就是那个藏区做那个藏装的那种面料吗 就感觉很很华丽 算是段子那种或者是锦绣这样的东西啊 然后被他们做成那种棉袄特别漂亮 我认为它是设计在梅丁布团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种图片 看吗 设计在梅丁布团 梅丁布团 好这边的服装还真不是义乌产 就是布团产的 梅丁布团 这是多少钱 多少钱 600 600 600到1000人民币 这些打处理了 然后降价40% 降价40% 看上去挺厚的 因为他们这边山地呢 就是出牛呀 就是牦牛呀 或者一些比较厚的东西 所以做这些还是挺有能力去做的 哇这就是布团的面料好漂亮呀 这个面料大家想到什么吗 我觉得我看到这个面料 我第一想到就是梁朝伟和刘嘉玲结婚的时候 在布团穿的那个衣服就是这样子的 它是一种就是所有的这个鲜亮的颜色中 加一点的暗色调组成的那种喜庆的一种颜色 这个丝图上的很多图案呢 也是来自于这个就是中国的风格 比如说这边有这个巴仙里面的一些 人们用的一些法器啊 它都坐在上面了 也是倒价的一些一些思想 干几万一块钱呢 6500 那你呢 6500 6500 6500 阿布团的钱 所以你的钱会比较多 6500人民币 6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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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0 7500 你做件衣服可能需要6米左右 然后呢 然后呢 人民币呢 差不多600块钱 这样子 6500 7500 7500 5500 7500 9500 5500 5500 7500 5500 5500 不单的歌曲有个特点,用的是藏,就是土博的这个语言,但是风格是这个印第风格。 不单的音乐看起来是印第四个语言。因为我们买到印第四个语言,我们买到印第四个语言。 这是一个商场。 这是一个餐厅。 这个巴里还有美女。 嗨,哈喽。 这边还在唱歌的,我觉得这算什么餐厅呢?就是很多藏族人吧,他们也是喜欢那种音乐呀,餐呀,都在一起。 这是啤酒? 啤酒?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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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雷太长跟他说,在不单的司机不能喝酒,而且在外面还不能抽烟,在这个酒店也不能抽烟。 我们那酒店写的是,如果抽烟能发两千。 哇,他们这个上菜了,上菜了,有色拉,还有这个当地辣椒,辣椒的菜。 我发现他们这边的人还是挺,无论是什么样阶级的人,都挺有礼貌的。 我觉得可能是不单的国王在这个英国牛津大学上古学所导致呢,他呢,特别的重视教育,重视教育。 我吃了两顿饭,搞清楚了,不单菜呢,其实有点像那个云南菜,印度菜,尼泊尔菜和藏餐的一个混合。 比我想象的要先进啊,我总觉得这边的人很传统,很古老,结果看到很多年轻人的脸上散发着就是一种,年轻一代该有的一种朝气啊。 你看旁边都是做的,全是美女,前方美女,后方美女。 而且这边是男性长的,男性长的那种,我总觉得这边男性的,很有那种我爸的感觉。 也不像康巴汉的,我们现在来的是真正的这个不单啊,不单啊。 到底人长什么样,我来了,我告诉大家,全是最难料的。 所以我来问很紧张,我觉得很漂亮。 Hello, excuse me, I'm from China. I have a question, but do you know Chinese superstar? Any of Chinese superstar? You know? Some of the actors and actresses, I guess. Who? You know name? Probably Dailin Wang. They are actors, right? He's actors. Oh,他帮我搜这个明星. This one. Oh,王家,是王家人吗? 王赫... Oh,我知道了. But they have a movie? Yeah, we have these movies. Oh, really? Do you know Yacht in the Classroom? No, I don't know. That was nominated for Oscar as well, so... Wow. I'm a recent graduate. I'm a graduate from Garden. I think all sorts of work, I guess. Equally distributed. Oh. I think you should try our British national food, like Kyo Tachi. It's made from potato and cheese, yeah. What's your name? Nang P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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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大长是这个义乌带货王,来自义乌的货王,准备了一个,手撞,看到了吧? This is China from China,义乌. This gift to you? Okay? Okay? That's a gift? Yeah, gift? Yeah. Yes, yes, yes. Okay, do you like? Yeah, it's a gift. Okay, okay. Okay, okay. I hope you have this thing, huh? Okay. And then she left, and then the sisters would always be able to shoot her. I'm able to shoot her. I'm able to shoot her too. I'm able to shoot her too. I'm able to shoot her too. I'm really welcome to these Chinese people. Hi. Garding Chi. Garding Chi. Garding Chi. What's your name? Bang S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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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lf here is in the night, only in the night. I'm doing this. Bang Sali. Actually, the television and the internet started in Bhutan in 1989. From that onwards, so our education system, everything is in English medium. So we took a great chance. Oh. So that's why I actually, we opened up to the world. Open up. Okay. So that's why most of the people now, young and youth, actually, 他们喜欢英语 所以它变成了一遍 但是不现在 但是仍然 在学校我们有五个语题 四个语题是英语 语题,语题,语题,语题 但是我们有两个语题 我们的语题 但是其实是一个语题 它变成了一种语题 但是我们永远忘我们的语题 因为我们的语题 我们可以读语 和英语 又是美女 全是美女 这边 不丹就是个出美女的地方 雷上等 突然明白了 就是网上有一段时间 就是出了一个帖子 就说不丹的脏乱差 然后服务差 消费又贵 然后呢 这个国王和王妃的这个故事呢 都是虚构的 就是她们不是真爱 但我来了发现不是这样子 这边的女孩 你随便挑一个 尤其是那种喜欢时尚的到逛街的 就满大街都是美女 就是那些美女就是 而且很多素颜 你看到我们画 就刚刚我们采访那个 都是素颜 我就能感觉到 拍出来我不知道啥样子 但是我能感觉到她是美女 就老远就能感觉到是美女 那个美女她是 有时候她也是带着一种朴素的 你看这边的美女 你看全都在后面绕着 虽然有这个男朋友跟着 但是都有 在亭部有一个名叫唐东德瓦青的尼古庵 在1976年 由第16室唐东捷部的传人所见 站在寺院可以眺望国王的宫殿扎西雀宗 雷大长来到这地方 发现那边呢 能看到这扎西雀宗 现在是这个尼古庵 这边住着 How many nests? There are more than 45 nests 45 nests 45 nests 他的尼古在这住着 然后那边是扎西雀宗 这边的那个法会 所以所以现在我很lucky I'm very lucky Yes, you're very lucky very lucky 然后呢 我们看到阳光下这个法舞的端 现在我们看到那边还有好多人 So many people in there 真的 说明当地人呢 第一,淳朴 就是有了热闹的事情就要看 第二呢 就是他们很虔诚 就是跟这个宗教有关系的呀 就是 第三呢他们还挺有凝聚力的 可能热爱国王呀 有热爱就是不丹 Budanese people very like Budan country Yes 这个转经筒一定是这么顺时针的转 那我们来的最后转一转 就是来尼古安转经 这感觉很有意思 寺院住持看到我的到来 示意我可以进入大雄宝殿参观 Go su sando Go su sando 其实挺憨厚的 哈哈 她都笑得 她都不知道该哪儿笑的 她不好意思 对 这就是今天这个僧人 Chani Biji Nice Mo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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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in the evening We dig it back Yes 我看到不丹的女僧人在这边 在这个水 这个水是用来自贡品 这个葬人佛教都知道 This is for girl Yes for girl 好这些水就有这儿 这也是在收水的小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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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边他们有些米也是用来做曼陀螺用这些贡品 所以他们的网都说得干干净净 嗨,Kusambo, you're living here is how long time? 20 years In the here is cold, in the here is cold Everyday you what time get up? 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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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世纪 R.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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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 R.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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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在这 căncar长头了,已經開始 că了 我们尊重他们吧 其实来到这我希望大家能了解到当地的文化 他们遵循着自己的 每天的生活 也遵循自己心中的这个梦想 希望能够平安如意 其实这些比丘尼 也不是一辈子待在这里 当他们学业完成后 会投身于不丹的社区服务 这座寺庙供奉的主神是唐东捷步 他是明代嘎举派僧人 建筑师藏系创始人 是中国和不丹人民 共同尊敬的大师 他生前建筑了58座铁索桥 在不丹也留下了他的作品 这位向导穿得很花 其实你只是看着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 可能会开始说中海南 对 你只是看着我的老师 你只是看着我老师 你只是看着我老师 最近死了 你老师 对 感谢 感谢 谢谢 再见 再见 谢谢 他们是意大利的人 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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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女人现在会变成员员 他们会变成员员 他们会变成员员 会变成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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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有三个人 至少有三个人 他们会变成员员员员员 他们会变成员员员员员 希望大家能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 不丹的首都亭布 就是这样宁静致远 它承载着不丹人的理想和信念 它从不追名逐利 甚至没有存在感 就如同大鹏金翅鸟一样 在空中翱翔 很多人追求的不是幸福 而是比别人幸福 因此终日苦恼 而不丹人远离喧嚣的世界 传承着祖先留下来的真善美 向世界传递着微笑 用自己的方式阐述着幸福的定义 在不丹的日子里 我们又发现 这里有坑蒙拐骗偷的现象 没有强行推销佛珠的小贩 更没有伸手要钱的小孩 正因为不丹对中国有文化上的认同感 不丹人对中国人也非常精进 也造就了这个从未离我们远去的邻邦 告别了不丹首都亭部 我的冒险之旅又将开始 中国门八族诗人苍阳加措笔下 洁白的仙鹤究竟最远飞向哪里 不丹又因什么事件加深了对中国的重视 下一集雷探长深入不丹中部 富壁卡山谷探访洁白的仙鹤过冬之地 感受不丹大自然的仙境之美 夏季重重甘坡 刚才我们唱歌的时候仙鹤也还大名了啊 咯咯咯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